而中国即便恫吓说台美之间不要太好 也别再玩火 但美国才不甩你 昨天C13栋再次载运了AIT的外交邮带物品 直接飞抵送机 马上回来 来看看台美关系友好也无畏中国恫吓 昨天中午又看到有一架美国的C13栋运输机降落在淘机 原来是要再送AIT的外交邮带 而停留期间地勤人员用推高机来装卸物品 甚至也看到了AIT的处长交接物品 都透过运输机来搬运 让中国非常不满 灰白色涂装一架C13栋运输机缓缓降落桃源机场 不同于一般常见的军用C13栋涂装 格外引人关注 原来飞机运送美国在台协会AIT的外交邮带 包机降落地勤动用堆高机卸载木箱货品 白色货车上大型木箱及红色帆布袋液同时上机 内容务数外交包裹海关部的查验 不过据传正是和新就任AIT处长交接有关 透过C13栋飞行轨迹可知 7月18号从菲律宾马尼拉起飞 历经两小时15分钟抵台 落地一小时后快闪离开 前往下一站泰国曼谷 据了解这架C13栋军机 隶属CIA美国中情局合约商 为C13栋运输机的民用版本 这回机身没有明显美军涂装走民航通报途径 虽然相比15号C146来台略显低调 但专家认为依旧意义非凡 看见好像是处理AIT的一些日常行政上的需求的话 那这也表示其实台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 跟2021年之前是有一点点变化的 即便是AIT的外交的包裹 以前也很少这样子的途径在运送 上周美方大动作派遣C146A来台 为AIT轻送绿新相关稳健 中国国防部才警告美国切勿玩祸 停止冒险挑衅行进 如今美方相聚不到一周再来台 似乎不把中方示警放在眼里 中美两国相互较劲 美国积极表态 借此向各方传达挺台立场 记者综合报道